邓丽君的歌唱《宇宙》就从宇宙唱片的邓丽君开始 邓丽君之歌第六集专辑在1968年推出 里面的《一见你就笑》这首单曲 让15岁的邓丽君迎来歌唱生涯中第一首热门的代表作品 这张专辑也是邓丽君出道以来最畅销的一张专辑 是一个里程碑的作品 邓丽君日后在80年代的演唱会上 这样介绍当年的《一见你就笑》 我刚刚踏入歌坛的时候 因为这首歌 台湾的观众对于邓丽君这三个字才比较熟悉 这首歌对我来讲比较有纪念性 《一见你就笑》是香港歌手贝蕾的歌曲 推出后选起被多位台湾歌手翻唱 目前找得到以本曲为唱片标题的就有张琦、赵小军等歌手 而邓丽君的版本脱颖而出 贝蕾是香港60年代中后期的歌手 歌曲的风格西化 也在著名的夜总会演唱 以活泼爽朗的曲风受欢迎 他的歌曲也正好适合这个阶段的邓丽君 在邓丽君之歌的全系列唱片中 邓丽君翻唱了很多贝蕾的作品 像《我一见你就笑》 就是邓版的《一见你就笑》 还有《欢乐今宵》 《再会把叮当》 《大令你不要哭》等等 几乎囊跨了贝蕾所有的成名歌曲 时间回到属于邓丽君的1968年 除了这首招牌歌《一见你就笑》 你知道当时邓丽君登台还有哪些歌单 1968年9月14号有一则新闻报导 中广公司的周末晚会节目 邀请邓丽君参加表演 邓丽君当天的歌单是 《一见你就笑》 黄色的小樱桃 《情歌歌》与《五爱五失》 这是1968年9月14号的《经济日报》 当年的报导还提到 大家都喜欢他那股天真的调皮劲 这段时间邓丽君在现场演唱的曲目 《情歌歌》也是出自这张邓丽君之歌第六集 这是翻唱香港歌手潘迪华的歌曲 潘迪华的作品中 一直有演唱各国民谣的精彩选曲 也是邓丽君在《游走各国曲风》的重要翻唱对象 邓丽君之前就翻唱过他一首 来自菲律宾情调很特别的歌曲 《竹舞》 这首情歌歌俏皮可爱 又有些异国风情 在潘迪华的唱片中 有一个英文名字 叫做《Rico Ricoco》 之前邓丽君的几张专辑 大量尝试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曲风 而收录一见你就笑的这张邓丽君之歌第六集 除了情歌歌 选曲的大方向 又回归到小调歌曲与传统民谣 像是翻唱香港上海国语时代曲的 《饮春花》 《上花轿》 《小放牛》 《蔷薇处处开》等等 另外 专辑中《月下情歌》这首歌 有可能是邓丽君的所有首版歌曲中 唯一一首与男歌手合唱的录音室作品 唱片封套没有提供歌手的大名 不知道是哪一位男歌手 有幸可以跟邓丽君共同灌录歌曲 邓丽君近期专辑中必有的同歌类型歌曲 本章专辑选的是《踏雪寻梅》 这也是三年代的音乐家黄志的作品 这张专辑还有《沙里红八》 与《快走到我的面前》 这样的地方民谣 《快走到我的面前》 也就是掀起你的盖头来的 另一个时代曲版本 唱片封底印有一篇简介 有一项内容是其他邓丽君资料中 比较没有提到的 就是邓丽君曾经跟作曲家 梁乐音学习音乐 梁乐音是国语流行歌曲 上海时期就知名的音乐家 重要作品有《交换》 《卖堂歌》 《月儿弯弯照九州》 《卫士与罗湘》等等 1950年代 梁乐音宜居台湾 还有《生命如花兰》等作品 整体来看 这张专辑的特别之处在于 许多的选曲几乎逼近于中小学音乐课本的标准 也许是这样配合邓丽君15岁的年纪 还有甜美又健康的形象 刚好切中当时的市场 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很笨